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f I know 我是王俊凯 小肯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可以采发到你 真的好兴奋啊 你最近经常穿Dutch Gabbana的衣服 他家的单品哪里最吸引你啊 他们家的单品的话就是有小白鞋 还就是外套一些都比较吸引我 因为他们的创意跟设计都很有灵感 小白鞋就是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所有你想要的一些元素 然后外套呢也是非常的有风度 而且也很保暖 啊 是这样啊 好 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是很有时尚Sense的人吗 你是有言认性随便穿啊 那当然还是很认真的搭配造型呢 我觉得就是要分场合去穿搭 如果一些正式的场合呢 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的正式的服装啊 包括像我第一次去走秀的时候呢 也是穿了一身正装嘛 然后呢胸前就别了一个小玫瑰 我觉得就是一种细节上的一种 就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创意的一种表现吧 那私下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休闲 然后穿着就是可能会以舒服为目的 对 有网友说 王俊凯的气质从适合做弟弟 慢慢 不好意思啊小凯 慢慢转变成适合做老公啊 你怎么看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 还是先做好一个青年工作者 对 之前参加演乐单身呢 体验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和子依老师合作 那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呢 那子依姐其实她入戏非常的快 她能够很快的就进入那个角色 她的一些演艺方式或者拍戏也是非常的严谨 她会想要去达到自己最好的那个完美的标准 所以她也会一直不停不停地去拍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敬业的精神也能够影响到我 去为以后的演艺事业去做努力 对 你有偶像包袱吗 了解你的人都知道没有的 想做一个好演员的你 会不会想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比如半丑半老之类的 我觉得一定不要有偶像包袱 因为很多的一些戏里边的角色 他们就是要那种很自然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看剧里边那个人物的一些成长鬼 或者性格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一些经历还是什么 就让他需要这样一个伴仇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到 就会去一定会去达到 去想要塑造好这样一个角色 你是95后 其实从90后这一代开始 社会就有那种娇生惯养 不靠谱等诸多刻板印象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吗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误解吧 因为可能大家审视90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比较的年轻嘛 然后呢随着慢慢的长大 也能够看到90后 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志向 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想要完成自己的东西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慢慢成熟的方式 只不过90后可能是用自己的一些方式 去完成一些他们自己想要达到 去做到的一些事情 请用一个词 爱是爱 爱 爱 爱是love 用一个手势表达爱 太棒棒了 在以前的旅行中 有没有陌生人做的事情 让你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我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去逛街 然后走着走着就突然就走丢了 那时候特别小嘛 哎 就我一直哭 然后找人就问 那那那那那那在哪 他就过去那边 我就走回去了 好那下面是警警题 你收到一个诈骗电话 骗子说他是个王大陆 在山里走失了 身无分文 需要向你借钱 这时候你会说什么呢 不接 哇哦 好酷哦 如果女朋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果女生朋友跟你说 我今天觉得不太舒服 你想安慰他 你会说 那就多喝了水呀 啊 请用五种不同的语气 说是你 是你 是你 一定是你 是你 是你 谢谢小看 你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if时尚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